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你在街上貼海報他也可以禁止 然後你只要晚上出來他可以頒布宵禁 他可以隨時逮捕啦 那如果出來上千人你怎麼逮捕 如果有上千人違規你怎麼 而且這罰理已經用下去了 而且你無法執行的時候 你的執行人會被打一個更大的問號 你要用同一個標準嘛 比如說有人就還是在用通訊方式 用到處給你貼海報 那有些人被抓有些人沒被抓 所以我覺得連那個香港就是偏建制派的議員 他們都擔心說你如果用到這個極致 那你可能沒有退路喔 而且你的戰略目標要非常清楚 你是要停止什麼 比如說你要公佈緊急法令 你是要停止什麼事情 比如說是因為已經出現了一個大規模的暴動 你要讓這個暴動停止 可是現在沒有啊 不是說有一個事件擺在那邊你要去撲滅嗎 香港目前這種是隨時常打游擊式的啦 然後主辦單位也不清楚啦 隨時可能出現啦 那是不是 是不是適合用緊急法律來處理 這個有人打問號啊 如果真的用了會什麼樣的局面 等一下請教天篤哥 不過我先請委員再幫我們補充一下就是 你看到林鄭月娥 你也身為政治人物嘛 政治人物都會有來自於很多民間的壓力 當然民間的壓力的聲音會有兩方面 一方面就是要上街去爭取自由 另外一方面或許也有一部分的聲音是 他們是一般香港的居民 就是要上下班的 他覺得生活這段時間受了很多的一些困擾 他可能也會去挺林鄭月娥 只是他的聲音不大 是不是林鄭月娥看到這一塊 所以他覺得說他也應該繼續做下去 所以他態度可以這麼堅硬 他現在是好像是五個訴求都拒絕嘛 那就是決定要站在警察這一邊嘛 可是他因為法律要執行就是要靠警察嘛 所以坦白說接下來這個觀察期啊 大家是要看啊說你依法照辦能做到什麼程度啦 那如果說 譬如說像我們顏老師講的 他看到一些非洲的狀況 當法律或者是用政治力量去鎮壓 都失控的時候 那我就不知道你怎麼辦啦 所以我覺得他總要經過一段 因為香港人真的相對比較守法啦 9月1號明天那個包圍機場就是一個檢驗 是 因為強制令已經公布了嘛 對 那照理想就是要逮捕嘛 那你是不是會去進行逮捕 其實今天下午到晚上延伸的過程當中 也是一個觀察點 警方已經在上午的時候就已經舉牌 這是沒有經過申請的 即便你用宗教的一個方式 對 問一下田多哥 如果剛剛講到緊急法用的話是沒有回頭路的 而且如果用下去的話 像您這樣子的情治人員在香港就是權力會被無限的上綱啊 什麼事都可以做啊 還是要有依據的 我補充一下剛才這個林鄭的處理啊 我記得 我記得那個 89 1989那一年我被派到法國去 派到法國以後 最讓我興奮的一件事情是 去看他們的防爆 震報 震報 震報場面會讓你興奮 不是 因為那時候台灣剛剛開始 解嚴 遊行 台灣剛剛開始解嚴 那個狀況跟他們的狀況差不多嘛 到處都是遊行 到處都是遊行 所以我走之前我老闆特別跟我講 人家 觀摩怎麼處理 觀摩怎麼處理 結果我去的時候就碰到那個 法國學生的高中生的那個示威 120幾萬成連續10天了 結果那天剛好 最後已經到了最後劍拔弩張的地步了 我趕快跑去看他的所有震報部隊 法國的震報警察有專門的震報部隊 那人拽得很 船型帽 往這邊一塞就可以了 然後一個常總學穿在那邊 根本就不在乎他們 他的車隊指揮車幾號車幾號車幾號車 全部排在那邊 歐洲是不是很多國家上街頭 是有些不能穿戴的 對他們是規定你絕對不可以蒙面 蒙面戴口罩 他立刻就把你抓走了 那中間他們就讓他走 走到最後結果 這一盤其實怎麼解決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我在看林鄭的時候 我就想到法國的最有名的總統 叫米特朗 米特朗 他已經快到愛麗絲宮了 他把他的總統坐車拍出來到前面 把四個這個學生領袖 然後全部請上車 進去喝咖啡喝茶幹什麼 一旦台灣人出來宣布解散 不過他政策有讓步 他政策有讓步是 政策有讓步是一回事情 可是他處理的方式真漂亮 但是 就像我這次在台北 我一些香港的朋友他們講 他說要習近平出來講一句話 我跟他講習近平不可能在這種場合出來講 那你說到像林鄭有可能上去 把他們請去喝咖啡下午茶嗎 我覺得他在所有處理的過程當中 第一個看得出來他沒有經驗 第二個他們 香港香港的朋友就跟我講 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財產在四大家族 你的高低的落差太大 那他們沒有能夠體會庶民的想法 跟真正的想法 這個落差 是他們自己沒有調整的 林鄭的同理心不夠之外 他處理的方式的手段不夠 因為上街的代表是誰啊 今天這個活動也不是民政辦的 請問你要邀請誰跟你談啊 他還是可以用談的方式 接受哪些的條件 你要找誰啊 你 他至少這一次逮捕了九位是不同 對不同的 都不一樣啊 對不同族群的當中的意見領袖 對 他要談或喝下午茶也可以找這些意見領袖 對啊 意見領袖出來 我拉回一個跟台灣比較相關的話題 這是美國前 駐聯合國大使Haley 他特別做了一個聲明 他擔心 如果北京真的對香港出兵的話 他認為 下一步 北京的動作 就是武統台灣 這位Haley大家也不陌生 之前川普的人馬 請教三位來賓 你認為Haley這樣的一個擔憂 是有道理的嗎 Yes or no 兩位 老師也說No 那Haley幹嘛講這番話 這位印度裔的 本來是South Carolina的州長 被川普看中 當了這個駐聯合國大使 他是少數 跟辭掉他的職務 而不是跟川普關係搞了非常壞的 譬如說什麼國防部長 還不錯 很好的 推薦他去聯合國 然後他大概2024年 他們說他有可能會出來選總統 就是代表共和黨 但他的這個觀察 我認為就是說 你還是沒有搞清楚 台灣跟香港兩個是完全不同的狀況 對不對 就是第一個香港有土地 是跟大陸連結的 第二個香港現在 就是事實上 還是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那台灣 就是他是一國兩制 但台灣是 大陸提出一國兩制 想要把台灣 一個實質上是獨立 那納陸統一 那我覺得這個不太一樣 除非我們今天 就是說自己宣布我們法裡獨立 那才有可能 如果說他搞不清楚講這樣的話 那就算了 那問題是他搞得清楚還這樣講的話 那什麼意思呢 我覺得美國人 就是美國這些政治人物 我想請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們通常在台灣 你上網去看CNN 大概會有兩個版本 有美國版本跟國際版 國際版就很熱鬧 香港的問題很多 美國版看不到香港的 就是表示說這些議題 其實美國人沒有這麼關心 所以他可以對外講 來提升他的國際上面的 外交上面的一些 好像籌碼 聲量 聲量 但是他也知道美國人沒有那麼關心 因為如果我們今天就看這個 兩種不同處理新聞的方式 我甚至看到就是美國版的 這個新聞裡頭 上亞洲版 他這個亞洲部分 香港都還沒有排在最前面 還是巴基斯坦 別的事情 所以你就知道 這個 好像我們現在在台灣看CNN 覺得好熱 CNN這些記者在報 對不起 他們在美國版本裡頭 並不是這樣 好 就他講了一段話 再最後請教老師 他說如果出兵的話 美國應該必須讓大陸明白 出兵要付出的巨大代價 美國怎麼讓大陸明白 我們回頭就問你這個老問題 你當初烏克蘭的情況 普丁出兵了嗎 然後今天俄羅斯拿了一個克里米亞 美國到最後也坐在那裡 也不曉得該怎麼辦 然後現在川普還邀請說 讓普丁回到G8來 所以你就知道就是說 他們話是會很會講 但是真正能夠做什麼 做的東西 做的東西不多 所以你要讓別人明白 但別人不懂你的明白 我們學習評論回來要其他話題